红针花,蓝卡植物,也是一株会发射激光的红色植物 种植时需要消耗150点阳光,冷却时间为5秒,攻击范围右侧单行,攻击目标为单体 一节红针花,当红针花种在甲板左侧三列时,红针花会盛开,开出花朵 当有僵尸出现在它右侧时,它每次会发射两片花瓣攻击僵尸 如果将红针花种植在第四列到第六列时,红针花只会微微开花,并不会全部开花 但是这种状态更具有防御性,攻击时只会发射一片花瓣 如果将红针花种植在右侧三列时,红针花会直接变成防御性植物 二节红针花,潜能爆发,红针花处于攻击形态时,连续攻击时攻击速度会提升25% 防御形态下死亡时会爆炸,并对二乘以一范围内的僵尸造成150点伤害 三节红针花,双倍潜能,红针花处于攻击形态时,连续攻击时攻击速度会提升30% 防御形态下死亡时会爆炸,并对二乘以一范围内的僵尸造成200点伤害 四节红针花,能力觉醒,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明亮斗大招,发射自身一条直线的激光,伤害巨大还附带减速 装扮效果,红针花张开花瓣发射出两道巨大的光束,光束可以使僵尸减速并造成伤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红针花的小秘密,红针花发射的花瓣会被小丑僵尸反弹 同样锤子僵尸也会反弹红针花的花瓣 双截棍僵尸也不例外 也会被铲子僵尸的铲子抵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